上好子弹,还是得出去看一眼,我的炮台可不能坏 感觉今天这外边僵尸并不是很多诶 没有什么僵尸,我的炮台 炮台,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你是我的大宝贝 诶,我的炮台还在,完好无损 那就好,那就好,兄弟们,你看,炮台,整齐化一 他们都在保护我,我们用这个插除器把它们带回家 大宝贝,和我回家 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炮台,并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炮台够多的话,这些小僵根本就进不了我们的身 走走走,我们先回家 你们还敢跟进来,真的是,把它们解决一下 来吧,砰,砰,两枪两个 兄弟们,这个炮台真是好东西啊 经过我们的测试,这些炮台的伤害并不是很低 而且僵尸还无法破坏 所以这个炮台,哎,还是特别不错的 不过我们家里边现在所有的铁都已经被我用完了 我们等到天亮,然后就下矿吧 下矿这一次我们要挖很多很多的铁 中期我们用炮台把我们的庇护所围一圈 谁都进不来 我们把炮台放在家里边吧 带在身上也不好 哎,你看,外边还是有很多僵尸的 这些炮台正在攻击僵尸 你看,兄弟们 虽然说我看不到这些僵尸啊 但是炮台可以看到 而且他们的子弹穿过椰浆之后 可能是会有一个燃烧效果的 非常不错 额门来看一下这四个炮台 啊,真不错,真威武 不过现在天已经亮了,我们该下矿了 我们下矿的话还是找之前那些矿洞吧 那些矿洞里边的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哎,在这里 好好好,我们下矿 我南瓜有回来了 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标就是铁 其他的东西 铜的话可以挖一些 因为做子弹需要铜嘛 其他的东西就不需要了吧 这边还是挺安全的 没有僵尸 我们从这里进去 哎,刚说完就打我脸 你们是从哪下来的呀 从天而降 把他们解决一下 僵尸也并不是很多吗 挺多的,兄弟们 这,感觉僵尸进化之后 我们下矿也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多收集一些材料 我记得咱们家里边煤好像也不是很多了 煤的话也挖一些吧 毕竟我们烧铜 烧铁都需要用到煤 哎,这边有铜 铜也挖一下 做子弹的必需品啊 这边还有俩僵尸 解决一下 红石的话也需要 因为我们做这个战斗哨塔 需要用到红石 哎,里边还有钻石 意外惊喜 不错 几颗 哦,五颗 五颗钻石 兄弟们 可以可以 不亏 继续继续 硫磺石 也挖一点吧 做子弹也需要 啊,兄弟们 感觉 哎,这边有一个房间 哦,里边好像有村民 哦,我掉下来了 先上去看一下 这个村民卖什么东西 能不能给我点好东西 走走走 继续看一下 哦,他这个箱子也变了 考古学家 还是刚才那个呀 我们之前遇到 也是考古学家 什么东西 啊,别吓我呀 算了算了兄弟们 还是走吧 这箱子里边 也什么东西都没有 老乡 你保重 我走了 哎 我的天 兄弟们 这 这这这这这 吓死我了 你们 他们在门口埋伏我 小东西 不讲武德 还好我没有加特林 要不然的话 就被他们群殴了 我发现了兄弟们 想找什么东西就找不到 想找铁的时候没有铁 想找铜的时候没有铜 哎 哎 这边又是什么地形 哦 这是什么东西 石灰石 哎 这边还有亮光 又发现了一个溶洞 兄弟们 绿色和蓝色 相结合的溶洞 这里边有没有宝贝 想把铁挖了 这样的溶洞 绿宝石是比较多的 但是好像 这个铁并不是很多 把绿宝石挖一下吧 截止到现在啊 这个绿宝石的作用 是真的不大 我们家里边 有一些绿宝石 但是感觉没什么用呀 哦 这边有钻石 钻石可以 我需要钻石 绿宝石的话 不挖了吧 没什么用真的 这边有铁 话说兄弟们 有没有不需要 聪明的刷铁机啊 我想做一个刷铁机 我不想挖铁了 太难了 哎 这边 这边还有铁 岩浆附近 这个 哎 这边特殊地形 又是一个溶洞 而且好像这边 哇 这边 好恐怖 把铁先挖了 这边还有一些 哎 赶紧解 哎 捡不起来了 哦 倒洞水 倒洞水 好好好 我们 我背包满了呀 现在已经有很多铁了 两组铁 还行 但是扔点什么呢 浮肉扔了吧 不要了 进去看一下 烫锁一下 哇 哎 我又发现了钻石 兄弟们 看到没有 钻石 哦 钻石是好的东西 有钻石我就特别高兴 家里边钻石不是很多 而且做这个 方块强挖器 是需要用到钻石的 这边先插点火把 以免被偷袭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